大家好 晚安 這些熊肉現場 我們帶你來聚焦 是美國總統打選 現在倒數一百天了 在民主黨的部分 極大可能就是由現任的副總統 賀錦麗出戰 跟前美國總統川普來對決 而現在民調出現了一個極大的變化 原本說如果川普對上了 美國的現任總統拜登 兩個人來選的話 這個民調的話 都是誤差在3%的這個範圍裡面而已 好 不過現在FBC一個最新的民調 發現說如果賀錦麗是對方川普的話 那賀錦麗她的支持率 是有43%的 那川普則是有36%的支持率 雙方已經顯然把這個差距拉開 差了七個百分點 好 不過對於這個結果呢 當然川普陣營是覺得很不以為然 可能只是認為是賀錦麗的 一個慶祝行情而已 因為大家選民目前 對於賀錦麗感到的是比較新鮮 所以當然支持率也會相對的比較高 川普陣營是認為說 之後的這個民調的校長 還可以持續的觀察 好 外媒持續著報導說 賀錦麗首周是吸納了66億的選舉的募款金 其中66%都是首次的捐款 政治專家其實蠻看好賀錦麗的 認為說她的動員能力 基層的動員能力可以媲美 這個前總統歐巴馬 在2008年的選舉 好 儘管說現在民主黨裡頭 包括了像是一些民主黨的大佬 前總統歐巴馬 還有前眾院議長裴洛西 都是後來都表他要力挺賀錦麗的參選 但是傳出說 拜登先前就是因為不滿 這個歐巴馬 還有裴洛西的逼宮 所以呢 他當時就立刻就宣布要力挺賀錦麗出來選 因為歐巴馬原本就是希望說 可以經過黨內的一個小小的初選 然後在最終推定一個人選 但現在似乎看來這個黨裡頭 都是比較出現一致的聲音 認為說是賀錦麗代表民主黨 出來選的機率蠻大的 那現在外界另外也在關注的是 川普她的副手人選 現在已經確定了 那賀錦麗的副手人選會是誰呢 美國媒體現在就預測了 有可能是這一位 她是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凱莉 她是個大熱門 好 主要有些原因就是因為 她是亞利桑那州的議員出身 那這個地方 她是一個傳統的搖擺州 在亞利桑那州的人氣也非常旺的 有幫助賀錦麗來故莊搖擺州的部分 另外她過去的經歷是非常的豐富 曾經是海軍服役 那參與過波灣戰爭的 沙漠風暴的任務十多次 還曾經是NASA的太空人 那另外在亞利桑那州這邊呢 因為她比較靠近邊境的關係 所以對於這個民主黨的邊境議題的話 她可以有一個比較獨到的處理的地位 所以呢現在外媒認為說 凱莉她會擔任副首的人選的可能性是蠻大的 好 其實凱莉她在去年8月份的時候 也首度了訪問台灣 參觀了台積電 當時美國在台協會 分享了她的一段影片 凱莉她在影片當中表示 訪問台灣是為了要更加認識台灣 並且進一步了解到台灣的貿易投資機會 現年60歲的凱莉她過去是退伍軍人 也當過太空人 執行過四次的太空任務 和其他的副首人選來相比 其實凱莉她過去的經歷是蠻特殊的 外界也預測在軍事國家安全 還有外交政策上頭是有一定的力量 可以幫助賀錦麗吸引到更多的選票 好 不管這個新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當然這個台海議題也都是重中之重 是美中關係之間的重中之重 這是美國和日本的外交國防部長2加2的會談 在28號在日本東京這邊舉行 指出中國大陸還是最大的戰略挑戰 並且重申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美方是由國務卿布林肯 國防部長奧斯丁出席 而日本方面是由外務大臣上川養子 跟防衛大臣牧原忍出席 美日的共同聲明 現在指出對台的基本立場不變 聲明重申維護 作為國際社會安全與繁榮 不可或缺的要素 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而與會的部長們也敦促兩岸的問題 必須要和平的解決 也強調台灣政權轉交的期間 不應該被當作在台海 做出挑釁的行動的任何理由 俄羅斯28號在聖彼得堡 這邊舉行海軍節的水上大閱兵 俄羅斯總統普丁 他在發表談話的時候 就指出說 美國現在有計畫 要在德國部署遠端導彈 可能會引發類似冷戰時期的導彈危機 請問他到處理會 Happy人的規則 注意的規則 美國特地部署 中共澳門主席 設計的規則 林鄭月亮 國際社會 著名為 特地部署 有關於一級的 大部署 在地上 中和北部署 內容的主要 社會 和尼 和尼 部署 普丁就強調了如果美國實施這樣的計畫 那麼俄羅斯將不再遵守 單方面暫停部署中程 和短程導彈的承諾 將會開始加強俄羅斯海軍的 暗防部隊的能力 並且依據美國在歐洲和世界其他地區的行動 會採取對等措施要部署導彈的系統 那白宮的消息現在指出說 美國計畫要從2026年開始 分階段就在德國這邊部署遠端的火力 這個武器可能包括SM-6導彈 戰斧導彈 以及正在研發的高超音速武器 這個射程將可以遠遠超過 歐洲目前部署的任何陸基火力系統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全球現場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